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人说呀 你别看他这个看上去比我还年轻 实际上已经九十多岁了 没那么老 李道长没那么老 那是社会的那个流传 那李道长其实我看了他的很多 他还上过我们世纪大奖堂 一虎一席谈 对吧 我看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你使用的语言呢 让我觉得实际呢 咱们能聊 你这个现代人 而且呢 从哪聊呢 从一个我也有体会的一个事情 他本来说呀 说今天也可以找这个张继中来著名制片人嘛 是 所以张继中来聊聊 因为什么呢 说是这个张继中就曾经闭谷十五天 就不吃饭了 但是咱就不能在这提倡大家不吃饭 一般你说像媒体说 你在教观众动不动就不吃饭嘛 我们实际上呢 是用道家的一种壁谷术来达成对生命的一个极限的体验 最终通过这种体验达到对身体的一个重新的调整 那您的意思就现在陈水扁也是在探索生命极限的 不一样吧 这因为不是说绝食就能够 壁谷术是应该有一些方法 说得好 壁谷它最大的一个误区就会被认为是断食 壁谷不是断食 因为断食就是只是把食品云氧断绝在生命之外 其实道家是通过另外一套方法它采集了这个能量 我们需要的是能量 道家的这个壁谷术它实际上是四个字叫福气壁谷 通过采集能量来达到维持了生命的最基本的这个形成代谢 所以人在这个壁谷期间那和别的人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会有握感的 不会有能量的缺食 不会出现什么肾脏的衰竭呀 身体的电解质的变化 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反而是通过这种壁谷 通过这种断食这期间它不仅没有握感 而且精神会非常好 使你得到一次重新的那个清理 读书得到排除 你也曾经壁谷过吗 我们壁谷就会比较长了 一个修行的壁谷起码是半年到一年 刚才说到的那个张静忠导演了 他们那壁谷的话 他们是一点基础都没有 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人是一般是14天到28天 通过我们给他发工打通他的中皇之脉 然后帮他实现这个壁谷 还不是完全他自己的力量 对对对 他靠自己的力量不行嘛 就是说我们要把它疏通这条经络 同时呢 那个他自己学一套方法 就是六阳容器法 他可以自主地把能量踩到身体上来 叫踩气 然后呢通过我们的那个发工 给他一个能量的支撑 所以他是没有握感的 但是一个修行人 你想一个没有基础的人 都是可以14天到28天 那一个修行人 他一般是在半年到一年左右 哎呦 这真解决世界粮食问题 但是 科学吗 这符合科学吗 你说这能量 它是什么呢 没有五股杂粮 就是福气引路 对 是这样的 就是你吃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营养 营养是要转换成身体的能量 能量是支撑身体精神代谢的根本的东西 对 但是你不吃饭也行 比方说你通过医院里面 输液 能量合计 是吧 那个我们的人血白蛋白 你也可以达到可以不吃饭也行 那气里面有这些东西吗 有啊 其实能量就在雨中都有嘛 你看我们的那个光能 电能 磁能 空气中到处都是 你通过这个方法可以采集来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植物 植物 植物获得能量的方法 它是需要一个作用叫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它透过阳光的照射 就直接可以合成能量 但人是植物吗 人不是植物 但是我是用这种现象 来给你假借来说明这个事情 文道你相信吗 就是人体有这个能力 能摄取这些能量 我当然相信 我觉得我知道有 因为不同的宗教里面 都有一些不同的修行的方法 都有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事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道教就是一个 你想想看 这传承了几千年的一套东西下来 你想想看半年不吃东西 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 那你不相信不行 对不对 刚才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断食和壁骨还真还有点不一样 断食就只是把食物切断 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摄取这个能量 它有套功法来摄取 所以说一般来讲 断食它会有肌肉感 肯定有的 然后还有一些身体电解质破坏 肾脏的有些变化 因为胃酸你还会分泌 但是道教的这个壁骨通过这个方法 一做了之后 它的胃酸的分泌状况 还有就是我们的电解石和我们的那个肾脏 它都会维持到一个很正常的状态那边 因为它采取了这个能量 我们所在的这个重庆的这个金云山 它就是专门有一个别称 因为它现在是专门在做这个养生文化 叫养生名山 实际上很多人专门不断的到那山上 就是体验的就是大量的壁骨 然后体验的是大量的这种养生 通过这种方式时间越久身体越健康 反而还没有那些 刚才说的那些窝啊 鸡窝啊或者这些 这些反应都没有 那能治病吗 主要目的是治病 能治病吗 主要是治病 你想啊就是导致疾病的根本 那就是毒素 毒素是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最大的破坏 道教的治病呢 它的基本的理念就是两个 一个是扶症 一个是驱邪 扶症呢 那是要通过练功来增强自己的体能 那么驱邪的就是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 所以说我们的那个 道教的治疗的三大动力系统 一个是通筋系统 另外就是扶症系统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排毒系统 壁骨就是一个排毒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哦 嗯 可是我很好奇啊 就道长您刚才说到就是像呃呃呃 张导啊 他们那样子在在做屁股的时候 这些刚刚没有修行基础的人 你们还要帮他打通他们的经脉 那这就等于是一个气功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而气功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气功是现代的人对一些传统道教功法的一些理解 实际上已经没有道的这些理和法了 只是一些技术 术就是理法术嘛 那个术这个层面上的一些一些运用 嗯 那个我们会认为他们呢 对身体的修复呢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呢 真正要达到生命的滋养 生命的滋养 不是在身体的这个修补上面 那肯定道教的养生 会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起码也得有 就是跟一种修气功的人一样 有一种能量就可以打入另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呃 刚才我说了嘛 气功它是来源于道教的养生术 所以说肯定有相近的这一块 嗯 对不对 有很多的一些技术 但是道教的养生那不只是 工 不是不是发工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它是实际上是 包括整个生命的滋养 包括你的起居 你的那个日常的生活 你的善事的摄取 比方就以吃饭而言 嗯 进入我们的 济云养生明山 它的那个那个 道家的灾堂里面 你会发现 吃饭的这个过程 就是修行的第一步开始 一般人 常人知道吃饭呢 可能是吃什么东西对自己 有有有有作用 所以很多的云养师啊 他会给你讲吃这样吃那样 这在道家来看来 只是第一套学问 嗯 第二套学问是 除了是吃什么第二套学问就是 怎么去吃 嗯 同样的一桌菜 我吃了健康 你们吃了可能就是毒素 你怎么吃啊 那到家有有很多口诀了 要讲起来就很复杂 比如说 吃饭要嚼36口 嗯 吞下去的一定是液体 嗯 啊 细嚼慢咽 对 哎这还真是 他这个关键说到一个什么呢 对生命的看法 嗯 你以为生命是我们这一句肉体呢 你像他可能还 我看学习了一下李道长说 他还是个能量系统 嗯 他还是个信息系统 身心相连的这么一个系统 所以这个啊 我们这有的聊啊 当然呢 这个作为主持人 我不得不还得说一句 这个饭呢 这个暂时大家还吃着啊 这个 咱们 没个基础别乱来 对对对 研讨研讨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关于这个道啊 像过去咱们得到的感觉 就是说修 最后修啊 修成这个最最高境界 呃水浒传里咱们也看过 真人嘛 那么罗真人 然后感觉李逵拿斧子把他脑袋披了 流出那个白的血呀 什么紫的脑僵子 就感觉这个人的身体构造啊 就完全性质变了 这是迷信呢 还是有谱啊 道教把那个整个修行的过程叫做修真的过程 认为我们的生命是借假而修真 呃所以说在修行的这个过程中到修成真身的这个过程中 它是有各个阶段 这个各个阶段呢可能会伴随着各个阶段的这个功的功进 比如你练到累成功 你就有累成功的那种能力 那么这种能力可能是可能会比较做是特异功能 但实际上它是修行中的一个一个阶段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壁谷 嗯 还有我们经常念到后来要胎息 胎息呢就是 胎息什么叫胎息 胎息就是我原来在上海做过一个节目是水下生存 在水里面两个小时不呼吸 对 胎息嘛 胎息 就像胎儿 胎儿在母体里面就是这种呼吸 就是说它是拔一毫 放到自己的那个鼻孔面前 它鼻孔不会动 就是表示它的呼吸停了 它会注脉 脉搏是没有了 呼吸停了 它实际上身体呢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了一种冬眠状态 消耗很少了 为什么没有憋死呢 就是说不需要氧气了吗 这个时候 呃是你的身体的消耗到了最低限了 动物的冬眠你看到过吧 对对对 比如说那些动物在冬眠的时候 它可以几个月不吃饭 几个月的呼吸很少像乌龟一样的呼吸 叫龟息 叫龟息 它会很弱 这个时候它还活着 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整个人的消耗了 整个生命的消耗 会到了最低值 这时候你的血流啊 心跳啊 都到了最低限 非常慢 所以说你的你的你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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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的消耗会很少 闻到这个也是入定啊 入境啊 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时候 入地也是这个 能量消耗是最最少 那当然比如说最简单 因为我们南传佛教就是讲过午不食嘛 对 日中日食 当然不是用跟屁股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就屁股是真的是一套修行方法 那过午不食是个是个戒律嘛 那我们在譬如说在短期修行短期出家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怕不怕饿啊 其实你是不会饿的 因为你如果那么密集的坐禅行禅的那种状态 像坐禅的时候你的能量消耗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不可能会饿 就算就只是中午吃一顿也不会饿的 那你看还有像咱们说印度那边炼瑜伽的 不是纪录片里有那个放吗 埋在底下几十天 对对 也是同样的 他肯定就没有什么消耗了 对对对 都能达到瑜伽也能达到这个水下生存啊 土麦活人都是能达到的 看来整个东方啊有一种思想是吧 就认为人的身体好像跟西方医学啊 说的不太一样 太不一样 你觉得人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生命呢分三个层面 道家的认为它是分你的那个精气神 上个层面 通常咱们老爱说有没有精气神 这人活有个精气神 对对对对 你想精呢就是指你的形体 也称行气神 行之精华嘛 气呢是你的能量系统 那个神呢就是你的意识 当然还包括意识更生的潜意识 无意识 是那个根本意识 到根本意识的时候 你就是到了真身的这个程度了 真人 而我们平时所有的养生呢 往往是在养形 养这个身体 所以说这个形体呢 实际上是耐气以身 气的那个转化 道家的修行呢恰好就是要转回去 转回到能量态去 所以道家的修行是念经化气 那修道有成的人 他会得还会得我们凡人的这些病吗 高血压心脏病癌症 修道有成的人呢 一般来说他不会得这些病 他会以别的方式来转型来产现 别的方式 他是生命中修行中有很多坎嘛 对他会过一个一个的关 而不是说以一个一个的病来展现出 他身体的那种状况 哦 那所以最后离开世上的时候 他就是作画 对 作画道教叫羽化 对 羽呢就是指羽毛的意思 对 实际上他借指了一个 像羽毛的动物这样可以飞 飞生的意思 嗯 我记得过去你像五四的时候 其实那个对中国传统文化 也是一次非常大的冲击 对没错 你像很典型那个时候鲁迅先生 写杂文 他就讽刺 他讽刺就说中国这道士说什么 口口吐白红啊 还有说什么古代记载 还有就是陆地飞升 对 撑一下这人就飞起来不见了 哈哈哈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 这中国人这个国民性啊 就是老将近几千年 这些个封建民信的这个东西 所以国家不振 这个对这种攻击 可是我觉得他这种这种理解 到现在也很常见 但是我觉得这种理解 表面挺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就是 根本的原理面对这些现象 你不是先攻击 你先去问为什么 对对对对 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刚说到东西方 对人体的观念不一样 对对对 你看希腊人他在画人体的时候 他们已经很注重 怎么画肌肉的线条 嗯 他们甚至已经开始解剖 一解剖的时候 就看到里面都是血管 都是骨头都画出来 嗯 可是你想过 这么清清楚楚 人的肌肉 人一切开死人 以前往往也做过解剖嘛 一切开你就看到是血管 是看到是骨头 但是为什么中国 几千年来 就没有以前自己好好的画过一张图 是把肌肉骨骼血管都画出来 这个我恰恰画一些什么呢 画些你肉眼看不到的筋脉 嗯 就换句话说是两个 这个文化你不能把以前人都当傻子 几千年画不出一张人体节目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可以给你打赞查 就因为这个我有很多朋友 是是这个水墨画家 嗯就发现了中国画里面 有中国的精精气神 他就说你看中国人就是除了一些充公 很少画这种肌肉球区这种裸体 就源于啊 中国人讲究有个画家在美国待了多年吗 他美国画的这个人像啊 人体的像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呢 像顾凯之啊 或者像什么吴道子 中国画的人像啊有仙气 这中国画的仙气 而且你看他注意这个衣服的这个戴者啊 飘飘欲仙 其实他中国讲就是神嘛 不求形似 求画的是神似 也就是说他哲学当中认为 人最根本的还不是可见的这个外壳 是他内在的一种精气神 对 其实你刚才已经说清楚了一个 叫画出了一个仙气 他是今天当我们聊的是这个话题 我们要如果聊美术的话 我们会知道他实际上是分了形式这个层面 对 外形要是 但是真正画的好的作品他一定要得气 他一定要有动感 没错 他一定要得气 但是你还要往里面走的话 你会要传神 对 没错 现在目前传神的话几乎罕见了 得气的都已经是非常少 大部分在行这个层面上 但是这种气和神 照今天我们的一般常识来看 确实是看不见的 但是据说像您这样的人就能看得出来 是不是 修行人肯定是在气这个海洋里面进行修炼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是不是还是比较注重这个身体健康 所以你看他们原来说了 说在这个这个几种宗教当中 显得呀 道教是最重今生的 对 最重你的今生的生命 甚至于一般人对这个修道 包括古代什么汉武帝那个时候 他的期望是能长寿 甚而至于不死 对对对 这东西有有有道理吗 是肯定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呢 道教首先第一步要完成的 就是要把你的身体 首先做到一个健康 健康呢 不是修行的一个目标 它是修行的一个基础 你身体都不健康 你还去修什么先呢 那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他第一个要自健康 这是肯定的 自健康之后 采取身体的反还 叫烦恼还童 然后呢 采取练经 或回去 对对 一步步的那个反扑归真 反扑来归真 首先第一步先要给你实现健康啊 所以说我们在推广很多道教的养生方法里面 从包括吃饭的的方法 还有包括睡觉的有睡功 走路有走功 那么那个呼吸有呼吸的方法 用简单的呼吸方法 比如一般的呼吸是正常的呼吸 是呼吸在鼻 对 而道教就认为呼吸要伸长云缓 呼吸在肿 在脚 在脚后跟 你看一般的呼吸 你看一般凡人呼吸在喉 你吸气 到这里就出去了 你看 在胸式呼吸 然后俯式呼吸 然后最后他要到脚跟 你看他脚就 呼吸是伸长云缓就能健康 就能长寿 你要看一个人长目长寿 你晚上晚上听他的呼吸 如果他在睡梦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他的呼吸很匀秤很缓慢 这个人一定长寿 如果呼吸很急促 比如打寒 打寒再带拐弯 嗯 打寒带拐弯 这种人就很糟糕了 凡是推到医院极致实力的病人 肌肤都是呼吸急促的人 马上给他氧气面罩 他都上气不就下去 就这样的 哦 这个他就说真人之息在肿 这个我约略能够想象到 至少是氧气 你能够充分的流通全身啊 然后我就昨天看他的这个一些教导啊 我自己试了试真是有 道总啊 不是 是导影你想象嘛 平常咱们息啊太短错了 感觉就像催命的似的 你轻轻缓均匀伸又伸 然后我就想象着这个呼吸啊 一直到脚跟 就觉得这个气啊流通全身 这么做几分钟啊 的确是觉得能够疏解一些疲劳至少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道长啊 我也问一个俗人的问题啊 就当然咱们是说就是听着都很都很好 对吧 咱的传说说是反老还童 合法童严 那么我知道您呢 本身就是道家的世家 他父亲就是就是道长 对吧 他是从小这么学来的 那您真见过这个反老还童的吗 合法童严的吗 不仅是见过 这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 很多人在我们这儿学习班中 学习完了之后 头发油白慢慢转轻 身体的注意力记忆力 首先说注意力记忆力明显提升 那个以前寄电话号码的很慢的 寄的很精准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那个鼻鼓 鼻鼓一般做完了之后 很多人说就像吃了阳台树和人台树一样 哎呦 记忆力特别好 然后精力很旺盛 皮肤像婴儿一样的光滑很细 皮肤就很好 对 但是主要是我们化妆师化的好 不不不不 本来就很好 本来比化妆更好 对 因为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 刚才我们说东方的身体观跟西方不一样啊 就很多的东方的宗教或修行传统都有类似的地方 但真的重点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像 呃 刚才道长说到吃饭是个修行啊 我就想起来其实佛教也是吃饭是修行的 但是我们吃饭也是要吃的非常慢 但是我们学的是因为用吃饭注意嘴巴的变化来观这个吃饭的过程 那无意识的让身体好 但是道教是真的是用身体当休息的工具的 对 这很特别很特别 那道教是不是就为了人们身体好 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咱们明天可以接着请请道长给我们来开始